福特加 歡迎收看快速認識MLB球星系列 想看其他球星的介紹記得點進我的頻道喔 現在讓我們開始 這次要介紹的是當今地表最強打者Miguel Cabrera Miguel Cabrera 中文名卡布瑞拉 綽號胖虎 是一名右投右打的一雷手 背號24號 是一名全面型的打者 Cabrera來自委內瑞拉 一開始是當游擊手 在配合他所展現的打擊天賦 在達到成為國際自由球員資格的時候 便有許多大聯盟球隊表達出想和他簽約的意願 其中包括有本錢砸大錢的楊姬和稻奇 但是Cabrera在看過了1997年世界大賽 馬鈴魚隊陣中中南美球員的傑出表現後 認為馬鈴魚小聯盟體系養成比較適合中南美球員 所以最後Cabrera選擇加盟馬鈴魚隊 隔年Cabrera從新人聯盟出發 以游擊手的神奔開啟職業生涯 同年便身上短期EA 升級速度非常迅速 2001年Cabrera從EA開啟 並且入選了未來之星明星賽 隔年身上高JEA 並且被教練要求移防三壘 雖然剛開始全力打產量下降 但是不久便恢復正常 再次入選未來之星明星賽 2003年Cabrera從2A開啟 到6月份已交出同志級的成績 馬上便被升到大聯盟 大聯盟懸崖就此展開 不平凡的打者就是要走和一般人不同的路 來看看這名偏才球員 是怎麼在大聯盟首場比賽一名驚人的 Cabrera的表現看勝國聯最佳新人球技之一 兩次獲得單月最佳新秀 同時也成為馬鱗魚的中型打者 帶領馬鱗魚以外卡之姿闖入季後賽 第一輪隊巨人 到第四場已經聽牌的馬鱗魚 靠著Cabrera在第八局的一支安打打破將軍 最後一局再以一個戲劇性的收尾 馬鱗魚挺進到國聯冠軍戰 第二輪隊小熊 無場打完Cabrera雖然轟出生涯的頭兩發季後賽全力打 但是馬鱗魚卻以2比3落後 第六戰到了第八局小熊仍然也3比0點前 一出局之後一個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這次的觀眾干擾不僅開啟了馬鱗魚的大反攻 葬送了小熊重返世界大賽的大好機會 最後隨著Cabrera在第七戰打出第三發季後賽全力打 馬鱗魚在第七戰勝出 小熊無約挑戰會為將近百年的世界大賽冠軍 世界大賽隊洋雞 前三戰打完1比2落後 第三戰一開局洋雞投手Roger Climas變得Cabrera投出一顆晉身球 結果他便以季後賽第四發全力打毀進他 最後這場比賽靠著隊友Alex Gonzalez的在間全力打將佔據半平 最後馬鱗魚連勝兩場 以4比2奪下隊史第二座世界大賽冠軍 我介紹的球員終於有一枚冠軍戒指啦 2004年Cabrera整技都正守外野 雖然有國聯外野手最多此失誤 但優秀表現依然證明了他新人球技能 他的成績絕非偶然 沒有心胸撞翔擊 他也入選了生涯第一個明星賽 2005年Cabrera再次入選明星賽 打擊表現也讓他獲得生涯第一個贏棒獎 安打數還高居國聯第二名 2006年大家逐漸重視Cabrera的打擊實力 因此Cabrera的保送數也越來越多 結果Cabrera就想了一個絕妙的對策 Ramira在第二盤 第一盤開了 Line Drive Centerfield Base hit Cabrera Cabrera 這還是那場比賽延長賽的超前分 果然是未來的地跑最強打者 Cabrera也再次入選明星賽 這次他還參加了全力打大賽 不過以第三名作修 球技結束後他也拿下了第二座贏棒獎 2007年Cabrera兩度獲選單州最佳球員 連續四年入選明星賽 之後還打進生涯第500分打點 連續四年超過100分打點 包括生涯第一發滿灌炮 球技結束Cabrera的單季全力打跟打點多創下生涯新高 由於Cabrera的身價水漲船高 馬鈴無法符合他未來可能要求的添加薪資 再加上Cabrera有一些不良嗜好 還有回不去的身形 讓我想起最近的... 嗯...還是別說了吧 Cabrera被交易到老虎 得知這個消息的Cabrera表示十分難過 但我想日後馬鈴與球迷相信這筆交易應該更難過吧 2008年Cabrera已先發三壘手開擊 在老虎首秀便打出一發全壘打 然而不久他便一方一壘 也拿下了每年單約最佳球員 之後還打出了生涯第1000安 並以生涯新高的127分打點 完成連續5技至少100分打點 以及生涯新高的37空高居每連滴 2009年Cabrera雖然打擊成績依舊亮眼 並在生涯第1000場比賽打出生涯第200空 但是隨著酒後鬧事 加上老虎金魔戰績下滑 更在加賽的第163場比賽敗下真來 球季結束Cabrera決心戒酒 2010年Cabrera打出生涯首場三翔炮 首次入選每連明星賽 並再次參加全壘打打賽 但這次只有第4名 雖然季末影響提早結束 但是表現大搖緊 也可以說是怪物等級 雖然MVP支撐給Josh Hamilton 但大家都認為Cabrera多項MVP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2011年Cabrera再次入選明星賽 明星賽後第一場比賽打出生涯第1500安 這季Cabrera有多項數據高居每連第一 連續8技超過100分打點 及連續5技超過30轟 當然包括生涯新高的寶寵數 跟每連1DH有最多的失誤數 不同的是 這期是Cabrera首次帶領老虎打進季球賽 相信看過上一集的球迷們 都對老虎近幾年的季球賽之旅很有興趣 吧 且聽我慢慢道來 第一輪對羊肌 老虎雖然辛苦5場勝出 不過Cabrera表現普通 第二輪對遊記兵Cabrera表現回身 但是4場打完卻以1比3絕對落後 第5戰雖然靠著罕見的自然外宣打擊搶了一勝 但是遊記兵考討Nelson Cruz想吃盡要搬1的狂轟猛炸 最後以2比4敗下陣來 2012年老虎牽下一雷手Prince Fielder 並和Cabrera 遊記手Johnny Perrotta 終結者Jose Velverde 組成胖老虎連線 Cabrera也因此提防三壘 Cabrera在這一年打進生涯的1000分打點以及300後 再次入選明星賽 整體以聯盟第一的打擊率、打點及全雷打 留下45年來首作打進三冠王 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球員和第一位三壘手奪下三冠王 並且首次達成單季200安 此外Cabrera首次在長打率領先全聯盟 有專家說或許那一大塊的腹肌 反倒成為他長大的秘密武器 Cabrera順理成章拿下漢克阿倫獎和MVP 該季也帶領老虎逆轉白襪登美中龍頭 挺進季後賽 季後賽Cabrera都能帶給對方投手極大威脅 第一輪對運動家 第一場打完1比0領先的老虎 第二場Cabrera打出不影響的小飛球近神奇的送為兩名炮者 老虎拿下這場比賽 雖然客場連輸兩場 最後仍在自己的主場贏下關鍵第五戰 挺進美聯冠軍戰 第二輪對羊姬 前兩場打完老虎取得2比0絕對領先 第三場靠著Delma Young的羊川炮和Cabrera帶有打點的2連安打 老虎以2比1取得3比0停牌 第四戰再靠著Cabrera開轟 大比分差擊敗羊姬 四戰橫掃 闖進世界大賽 氣勢如紅的老虎卻在世界大賽踢到鐵板 而Cabrera雖然有權力打演出 但也成為世界大賽的最後一個出局數 慘遭橫掃 無法拿下轉隊後的第一枚冠軍戒指 2013年Cabrera明星賽前的數據甚至比前一年拿三光王還好 大聯盟歷史上第一位明星賽前便打到30轟90分打點的球員 Cabrera也打出生涯第350轟 然而明星賽後受到傷勢影響他的上場時間 但Cabrera還是連續三年拿下打擊王 並有多項數據在每年前三名 也讓他殘連的MVP寶座 老虎再次晉級季後賽 第一輪對運動家四戰打完2比2平手 到了決定生死的第五戰靠著Cabrera的兩分炮 決定了比賽的勝負 老虎再次停進每年冠軍戰 第二輪對紅襪 第一場打完老虎1比0領先 第二場到了第八局老虎已經5比1領先 但到了八局下半季後賽經典時刻上演 現在他們有Ortiz 誰從來沒有駕駛對 Benoit 在他的過程中 監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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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全雷打 視為整個系列的轉捷點 紅襪不僅六戰料理的老虎 最後也贏得了世界大賽冠軍 2014年由於老虎將Prince Fielder交易到游擊兵 Cabrera重新鎮守一壘 這年Cabrera打出生涯第2000安 還敲出生涯第一發明星賽全雷打 這季Cabrera成績依舊十分出色 連續11技打擊100分打點 以及連續9技20空32雷打75打點80特分 老虎連續殺進季後賽 第一輪對菁英 第一場Cabrera雖然開紅 但老虎卻大批分落敗 第二場老虎把陳維英打退場後 在第八局取得6比4領先 卻被前隊友Lmion一擊逼命 Base is loaded Young swings lines right And he's down and to the wall Prince is in Pierce is in Party around He's gonna try to score And sweep 簡直說老虎牛捧真是名不虛傳 最後老虎遭三戰橫掃 再次無緣世界冠軍 2015年Cabrera生涯首度連續兩場4GC 也打出生涯第四把空 成為委內熱拉球員在大聯盟的群內大王 不過Cabrera也首度進商賓名單 雖然入選明星賽卻無法出賽 可見Cabrera也開始受到歲月的追趕 但這也是他連續6紀錄的明星賽 整年Cabrera還打進生涯的1400分打點 並以1426分打點成為委內瑞拉球員在大聯盟的打獎 不過Cabrera也中斷了連續20紅100分打點球技的記錄 但還是拿下5年內的第四座打擊王 整年成績還是十分出色 並得到了生涯第六座銀棒獎 一雷首身份的第二座 不過整年老虎卻無言緊急擊火彩 Cabrera強在他的高打擊三圍和第三陣率 並且能將各個角度的球打進場內的各個角落 生涯成績類似於明人堂球技Hank Aaron Frank Robinson Ken Griffith Jr. 期待這個棒球史上最偉大的打者之一能保存健康 讓我們看到他更多的成就 總結一句話 就是能夠見證Cabrera的創造歷史 真是非常幸運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 謝謝大家的收看 下個系列會在下一集開始喔 See you 這次要介紹的是當今地表最強打者 Miguel Carrera Miguel Cabrera Fuck Miguel Cabrera Miguel Cabrera 媽的 怎麼這麼難念